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来到本期大玩家来关这把游业城的路头啊 胜率还是挺高的,77点几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看一下 机械勘探手,木家,心理 这个阵容打路头还不错,修机速度挺快的 但是呢,这套阵容其实想要遛起路头不容易啊 机械是遛不动,心理学家说实话也遛不动呢 呃,那只能是寄希望于勘探员了 这边的话找到娃,我觉得路头这边插个眼就算了吧 打娃 当然你有信心的一勾勾出震慑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打娃其实耗费一些时间外面机械师那边在操作 对吧,那外面的勘探员,心理在那边修机子的 然后呢,你把这个娃打了,你再去追机械师 你的第一波真正的击倒节奏其实是慢的 我觉得这个阵容修机速度不慢,抓娃容易亏节奏 那像他这边一勾勾了,了事儿了呢 有另外说了,对吗 呃,插一个眼,压住这边的机子 机械师这边的话,没看见 抓心理 心理这边的话,飞轮交出来了 这波飞轮,说实话有点反应过度了 因为路头明显插了眼,他没闪现的 过来找到机械师 机械师的话,他的娃娃得扛刀 对,娃娃得扛刀 其实这个局你看似好像路头,哎,节奏还挺好的 对吧,都打了娃过来干扰两个人 其实不然,这个局路头一面很低的 他这个局在 防守节奏不打出一个双倒 我觉得他就最多是个平局 他防守端打双倒了 他才有机会去真胜 而且不是一个宝的真胜 他防守端得一勾一个震慑 把傭兵,把这个守护人给了了 那确实是可以去真胜了 但是你防守端单纯打个双倒 我觉得他都没有真胜面的 或者说真胜面不高 就是你最多是个宝瓶 然后有机会去真胜 这里的话,机械师 哇,想扛,好的 再勾,来斯 这波还是很细腻的 有一束一这波还是很细腻的 知道你可能会玩玩来扛一下 我这边往旁边一勾拉近距离以后 在第二勾勾你本体 防盗是防盗 但你们可以开密码机 击倒这个机也是 外面哪机,修了多少 总量加起来已经三台半 这边守护人救一波 如果说守护人是无伤救人 第二波守护人来救就是压机 对不对 是不是对于路头来讲 他的节奏其实偏差的 这是为什么我前期不太建议大家去打完 你看他前期打完打得已经很好了 一勾勾出震慑的 也就这样了 那只能这边勾一下 然后堵一个震慑了 没勾到 完了 没有用 打这刀守护人没有用 心里需要一擎一吹就好了 这边的话机械师还拉开 机械师只要不倒遗产级 这个局应该是一个稳稳的私人开门战 当然这私人开门战的 我觉得穷者也不一定能赢 但是穷者的私人开门战赢面 有一半一半吧 因为这边穷者最后一台机子 比如这边守护人来救人 对吧 然后这边勾探员机子压好以后 机子点亮以后 他去那个贴门就好了 勾探员的不要去打架 这个时候最切记的就是去打架 守护人贴门 勾探员来救人 那也行吧 我觉得这遗情给上守护人 守护人来救人最稳 守护人来救人最稳 勾探员过来救人 我觉得反而一般吧 守护人对吧 吃个遗情 交个那个铲子过来 贼吻啊 这样的话这边一勾 好的我懂了 哎 飞轮躲掉 nice 他这样这边一勾 然后卡一个救不下来 那路头这边 反正守护人也贴门了 慢慢打吧 慢慢打吧 板子现在给你踹了 你把它翻什么板 慢慢勾 密码机直接点亮 无限勾 拉近距离 但是机械师这个走位 不给机会呀 直接传送了 守护人这边交铲子 钩子的话 这里还没人可以钩 那边勾探员还贴的是 这边的大门 哎 这手勾探员贴大门有点妙啊 呃 是这样子的 因为路头他带的是暴墓 他应该是知道这勾探员的 那当时他这边 传 小门 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吧 应该是没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从路头的视角来看 他的眼中是没有大门的 所以他当时应该没有看到这个 勾探员 守护人这边的话 门应该也开了吧 哎 守护人在这边啊 小门没有开 因为小门那边被路头封了 但是守护人这边是有铲子 在这边的话 胶 一甲 两甲 人挂上 守护人这边 交铲走就行 交铲走就行 路头要在他 那个之前勾到他 才能够破掉 没办法来不及 其实路头我觉得不应该挂人了 呃 他还是应该去 抓这个守护人吧 因为守护人交铲子 这个够 这夹对他没有用 好的 也是该的 咱们 我们下一个进行的 帮助